这个小孩一出生就会叫妈妈 爸爸高兴极了 让他再叫一声 嗨大家好 我是沉迷电影答单的 今天讲一个变相怪节之子的故事 都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杰克的狗可是帮了主人大忙 他从河里丢回来一个面具 杰克戴上之后原地变身 成了整条街最亮的仔 大长腿比红毯长 好似一条灵活的鱼 常有在各色美女之间 晚上回到家 冷落了数月的老婆 也被杰克的魅力折服 当晚完成了指标 他不会知道 属于一只小蝌蚪里 混进了三只绿色蝌蚪 他们速度惊人 强壮有力 一下点亮了杰克的未来之星 因为杰克昨晚在派对上的表现 老板对他刮目相看 第二天就升职了 成了漫画区的创意总监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面具呀 问题来了 这个面具是什么来头呢 时间要追溯到开天辟地那天 天神奥丁有一个最小的儿子 洛基 洛基除了恶作剧之外 什么都不会 和兄弟雷神索二比起来 简直丢见了他老爹的脸 洛基手剑做了一个面具 做好之后仍在人间 从那之后 这个承载了洛基魔力的面具 开始在人间四处漂流 热出一大堆乱子 时间拉回到现在 杰克的小狗 在河里捡到面具之后交给了主人 而杰克因为面具大方异彩 还预计让老婆怀孕 只不过 小蝌蚪可不是一般的小蝌蚪 九个月之后 面具只此诞生了 奥丁天神震怒 命令洛基赶紧找到面具 否则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洛基本来在海滩 玩得好好的 但老天神说 找不到面具就劈死他 洛基一向眉头的苍蝇四处乱撞 又去博物馆又去古董店 都没找到自己的面具 另一边 刚刚出生的面具之死 简直要把杰克折腾疯了 那天妻子出差 杰克要自己照顾孩子 却没想到 这哪是孩子 分明是恶魔 孩子能把成年男人提起来乱甩吗 孩子小便的话 能这样 这样 甚至这样吗 更嫌闷的是 孩子一旦见了外人 立马变得又怪又可爱 成了彪彪整整的普通小孩 杰克在崩溃的边缘了 此时 一个奇怪的快递员来敲门 他其实是洛基假扮的 但洛基眼神不怎么好 前看后看都没发现 这个孩子 就是自己要找的面具之子 他刚出门 杰克就坚持不住了 要么是自己疯了 要么是孩子疯了 他决定去市中心看医生 洛基这时 终于发现面具之子 迅速追了过去 他把路拦住杰克 直接问面具在哪 杰克让他问得一脸吗 什么面具 都过去将近一年 早就不知道放哪里了 但是洛基不依不饶 手段越来越暴力 直接在杰克面前立了一堵枪 甚至要用大炮炸他 那面具之子能眼看着爸爸被揍吗 他扁出盾牌 挡在杰克面前 阵着洛基没反应过来 杰克迅速带着儿子逃回老家 此时天神出现 大声斥责洛基 你就找个面具 怎么这么久都找不到 为了惩罚他 天神收走了洛基所有的能力 把他逼得 只能半夜翻墙偷孩子 洛基召唤出父亲 说面具之子就在身后 面具还会远吗 天神一想也对 就恢复了他一小时的能力 限他一小时内拿回面具 这洛基不知道怎么想的 先偷了孩子 然后威胁杰克 赶紧把面具还给他 嗯 那用超能力直接找面具不好吗 奇奇怪怪的脑回路 杰克东找西找 终于在狗窝里找到了面具 兜兜转转 面具其实根本没离开过狗窝 但一手教面具 一手教孩子的时候 洛基反悔了 这个小家伙 拥有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超能力 还长得这么可爱 简直爱不释手呀 就这样还给他父母 舍不得 杰克急了 不都是说好了吗 把孩子还给我 怎么耍赖呢 双方僵持的时候 小狗护住心切 一口咬上洛基的重点部位 面具脱手 杰克瞅准时机 一个肥部 面具正准套在他的脸上 在那之后 一场超能力大战 一触即发 洛基把孩子 关在笼子里 然后还想从杰克那 夺回面具 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双方持续战斗 这边 妻子终于救下孩子 杰克脱下面具 奔打算物归原主 但洛基气急了 直接用大锤子 追杀杰克一家 最后时刻 杰克为了保护家人 差一点被打死 巧的是 一小时时间到 洛基的超能力 全都没了 老天神说什么 都要灭了洛基 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还是杰克出面挑战 都是活了几万岁的人 怎么能这么小气呢 听他说 洛基父子握手言和 一起回到了天堂 在那之后 杰克以儿子和小狗为原型 创作了动画片 大获成功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阿当看完 只想说 天神放着超能力不用 非要亲自寻找 真是废脑筋 但这部电影很有趣 推荐大家观看哦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哦